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我嫂子上厕炸点儿宰门 看看这就是宰门花 咱们可以炒菜炒菜炒锅 这个宰门在山上也比较少 你看我们在厕下炸宰门就比较费劲 我们可以把这个移植到地里面 移植到地里面放点水 开的话又旺 长得又好 这个太水了 早上太费劲了 不过几个多 够在两个吃半年 这个熟吗 咱们把宰门找回来以后 放到外面 晾开 晾开了方便储操 我们把宰门花晾开以后 晾个六七天 抓到这个皮子里面储操起来 这个宰门花在我们这儿的话 主要是用于调味 做个调味品 比如说敲个凉菜呀 咱们炒菜敲锅呀 吃面敲锅呀之类的 或者拜个拜讨敲一下锅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宰门花来 敲个凉菜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怎么吃的 我们敲个家常凉菜 来点土豆丝 这个土豆丝全部是过过开水的 豆芽菜 再来点胡萝卜 再来点粉丝 放蒜末 花椒粉 盐 来点鸡粉 辣椒面 宰门花 宰门花是调味皮 每次少放一点就行了 热油呛一下 放点韭菜 再倒点醋 好嘞 这样我们的凉菜就炒好了 咱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炒其他的凉菜 比如说拌个黄瓜呀 拌个胡萝卜丝呀 都可以 非常的简单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 再见